这个冠军绝金等了46年 在约基奇和穆雷的率领下 绝金击败了热火 夺得了舰队史上第一个总冠军 创联盟历史最长记录 丹佛现场的球迷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在欢呼呐喊之中庆祝着来之不易的总冠军 绝金官方也是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你的丹佛绝金是2023年NBA总冠军 回顾绝金这一季的表现 冠军之师当之无愧 这一季绝金赢回了自己的外线核心 两年前遭遇前十次韧带撕裂的穆雷 在缺席一整季后终于复出 绝金相信他能找回状态 继续以约基奇和穆雷为核心 引进了波普和布鲁斯布朗 选中了新秀布劳恩 开始了他们新一季的主冠之路 最终绝金以53胜29负的战绩结束了常规赛 从西部第六到西部第一 穆雷对于绝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然而西部第一依然没能打消当地媒体的质疑 季后赛开始前 当地媒体曾发文表示 若今年绝金还在首轮出局 绝金就得考虑交易约基奇了 更打击约基奇的或许是错失第三次常规赛MVP 但无论是丹佛还是约基奇 缺少的只是一个冠军奖杯 除此之外都无意义 岳老师和穆雷在季后赛 证明了他们依然是联盟最强二人组 绝金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分区决赛 队使第四次与胡人在西决相遇 前三次他们均以失败告终 包括2020年的实力 但这次他们一雪前耻 不给胡人任何机会 4比0干净利落地将胡人横扫出局 他们将自己的统治力尽显无遗 队使第一次杀入总决赛 绝金终于有机会去触碰到奥布莱恩杯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即使坚韧强硬如热火 也难以抗衡 绝金充分展示了自己对于总冠军的渴望 虽然丢掉了季后赛主场的全胜记录 但还是在丹佛主场球迷的期待和见证下 拿到了这个等待46年的总冠军 约老师也成为了刚之无愧的FMVP 小球时代 约老师展示了大客自所能做到的一切 季后赛场均坎下30.1分 13.3个篮板 9.8次助攻的恐怖数据 得分篮板助攻都名列全联盟第一 成为NBA历史首人 46年的等待丹佛终于圆梦 西部第一 季后赛只输了四场 主场仅输一场 他们的表现配得上冠军之师 对26岁的穆雷和28岁的约基奇来说 这绝不是终点 就像马龙在赛后说的 夺冠的下一步是去开创王朝 此刻在丹佛人山人海的庆祝之中 属于绝金的冠军一记 画上了句号 请不吝点赛